道路蓋上一大片藍白塑膠帆布 土木技師討論他縣修復事宜 27號新竹縣竹北風采520建案旁 道路第五度出現天坑 儘管已立即要求停工 但縣府兩度開罰共18萬 被認為根本不痛不癢 因為建商早有黑歷史 根據當地自救會成員表示 原來建案限制只能蓋地上13樓的百貨商城 但經過封益建設提案 並跟直接翻了近三倍 成為三十二層樓的超高駐商辦混合大樓 擔心建商已究建案屆時還魂 周邊居民擔憂公安所的威脅 自救會早就有提出質疑 再加上同建設團隊縫藝建設 早在二零一五年在竹北建案浩瀚一品 才因為開挖地下室未案圖施工 當年造成至少三次坍塌 環評有爭議 再加上建商潛力 質疑新竹縣長陽文科是否放水復工 這麼深二十幾公尺的地下室會產生周邊這麼大的一個問題的情況之下 他還是可以來通過 通過之後 一而再再三的發生這樣的情勢的情況之下 政府這個新竹縣政府還可以讓他停工復工 停工復工 社區住戶強調儘管專家學者專案小組 都希望建商應該要補證加強措施 但新竹縣政府仍然通過建案環評 讓外界感到錯愕 希望相關單位能盡快釐清解決問題 還給住戶一個安全環境 歡迎新聞才有提王世凱 莊林憲新竹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